好,大家好,来到戴老师说天气的时间了 在这端午的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大家都感觉到中午的天气热乎乎 究竟有多热啊 我们先来看看昨天的观测资料 先来注意到最热的地方在加以中午的高温呢 到达了33.3度的高温 而另外呢,你可以看到整个中部以南地区的温度都偏高 连台北的温度都已经到达了31.8度 全台湾都是一个热乎乎的天气 不过这热乎乎的天气在下午的时候 午后热力作用的降雨状况 也就是午后的Sepajo相对的就比较明显 我们就来看什么呢 来看一下Sepajo的区域 先注意到在昨天的降雨量来说 最主要就在整个西半部地区有 山区的部分是午后震雨 在这中部地区有午后的雷雨发展 那上午之前的时候天气晴 中午以后的午后震雨的部分在山区部分偏多 但东半部地区在台东到花莲这边是早晚的地形降雨 不过昨天晚上到了宜蘭这边的山区 像在太平山这边 雪山山脉这边就有一些午后的热对流发展 所以昨天晚上在台北的朋友可能会看到东南边 有闪电出现 那个最主要就是Sepajo所造成的云层了 所以我们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最重要就在于说天气状况 在昨天的时候是炎热是偏向于午后震雨 那今天呢 今天仍然是上午之前天气晴 下午以后的降雨状况会增多 也就是午后热力作用发展的对流云层 相对的就会比较明显 为什么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最新的卫星云图 我们从云图上面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到整个水汽的发展 在台湾附近的环境场的水汽量来说呢 是明显的比较偏多 台湾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台湾在这里 附近环境场的水汽是明显偏多 风向呢 在昨天晚上有一点点偏着西北风进来 因为最重要 北方有个小的低压正在东移 所以带一点西北风进来 不过呢 今天白天呢 我们的风向渐渐的转为一个 有点偏南风上来 南风上来温度高 中午之前的时候 外出活动要防晒要补充水分 不过环境场的水汽量增多了 相对的降雨状况 也会随着北方这条风面带开始往南移动 我们在这比较偏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雨的部分在下午以后发展比较明显 所以啊 中午之前记得户外活动多补充水分 阳光强的时候记得要防晒 下午外出的时候呢 要背着雨具 尤其是在山区活动的朋友 你要在山区露营啊 要特别注意要背雨仗啊 还有一个西边活动的朋友要小心 为什么 山头顶上乌云密布 表示下午的时候 在爆猴相对的吸水就容易会有暴涨了 所以在西边活动的朋友要注意了 好 讲完了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来看什么 看看未来一个礼拜的我们的天气变化了 先来注意到在今天的晚上 可以看到风面带再往南移动一些 所以下午有午后震雨 晚上风面带开始往南移动 接着呢 到了礼拜一的端午节当天呢 风面在我们台湾北方的海面 相对的我们在西南风影响之下 仍然是中午的时候是闷热的天气 不过下午的午后震雨的状况 各地来说都会比较多 连北部都会有哦 所以端午节啊 上午的时候吃了粽子的时候呢 闷热多喝水 下午的外出活动都要背着雨具 局部的短暂江雨状况 从下午可能会下到晚上 因为呢 西南风开始带点水气进来了 好 礼拜二不一样咯 先注意到风面带的位置 是已经在台湾北方海面 我们吹西南风 所以呢 这南北天气会在不同 北部地区天晴大太阳 到了午后震雨 这礼拜二哦 就上班上课咯 中南部地区相对的是属于在 这个早晚都有点 局部的短暂雨 中午以后发展会比较明显 礼拜三 有没有看到风面还在台湾北方海面 礼拜四还是在 大环境场吹着西南风 所以主要的降雨区 都会落在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会有局部性的12阵雨 尤其是中午以后的热力作用的降雨 会比较多 到礼拜五 哎 你们注意这件事 礼拜六 风面往北台升咯 哎 这代表什么 到了下个礼拜六的时候 随着风面开始往北台升 我们的整体的降雨状况来说 就会开始要减少了 所以呢 随着到下礼拜六 太平洋高压势力开始伸展过来 我们的午后阵雨的状况就开始有 可是呢 相对的 风面带的水汽发展量来说 到下周六的时候就会开始减少 不过呢 在今天呢 第二天的假期出游去 三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个 阳光出来的时候要防晒 第二个 中午的天气热户外活动 多喝水 第三个 下午的午后阵雨 会比昨天礼拜六 在山区多 平地部分呢 也会增加一些 所以呢 下午在山区活动 看到山头顶上乌云云布 赶快离开西边哦 要不然山头的这个下赛 爆后的雨吸水下来的时候 吸水就有暴涨了 好 还有提醒大家 雨去行车注意安全 第二天假期 祝福大家 假期愉快